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民用的房产在加拿大这边已经连续四个月下跌了 According to Statistic Canada 就是加拿大统计局8月18号的数据已经跌到了12个Billion 商业物业也在跌 但是跌的比较少 做明现在这个民用房地产的价格在大幅度的缩水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地产经济庄大 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跟大家来谈一下根据统计局的这个数据 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的市场 并且给大家做一个投资的一个推荐 从今年整个第二季度来看 投资在这个Single Family House已经跌了10.5% 跌到了19.7个Billion 这是自2020年以来三年内最大的跌幅 多单位的一些住宅也在下跌 跌了5.7% 非居民居住的物业也在下跌 2022年6月 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CMHC预测 到2030年 加拿大必须要增加350万套新建住房 才能满足新移民增长的需要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 GTA大多地区来说 平均一年最多只有5万套新房能够盖出来 到2030年需要350万套新房的计划呢 可能不大容易实现 从这个开发商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 近几年来技术工人尤其是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 慢慢在大批退休 建筑工人现在非常的短缺 所以盖房子的速度呢 不但快不了 而且会越来越慢 从买房者的角度来看呢 由于利息过高 很多人也买不起房 就从这几点 大家可以看到 在多伦多这边已经说 是房子已经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了 随着人口不断的进来 房子会越来越不够住 现在呢 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入场的时候 现在利息高 千万不要买现房 七房可以完美的避开这个高利息的坑 做投资 我说的是做投资 刚需买家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我们来推荐几个非常适合投资的新房项目 第一个GTA 目前来讲最便宜的独立屋新房项目 位于Edge Mill跟Warden 这个是万景最好的地段之一 靠近高速404 去到当场也就30分钟的时间 现在的报价是只需要1.6个M 就是160万加币企业 双车库 独立房新房 这是第一 第二 市中心的QCondo 马上要开盘 就在CN Tower旁边 Downtown的地标型的建筑 6年后交房 360度湖景 你如果投资这个公寓楼花呢 几乎是稳赚的 第三 可负担性最强的公寓楼花 在Pickering City Center公寓 也在9月中旬开盘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不能对这些项目 一一的做仔细的介绍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呢 可以单独联系我 喜欢Unival的朋友 你也可以参加本周末 我们有一个VIP的 一个Sales Event 可以赠送车位 赠送Locker 而且呢 有10万块钱的优惠 位于Kennedy跟16街 是加拿大安省前五名的 高中学校的学区房 就在这个学校边上盖 这个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位置 好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